还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八指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 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以为的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 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 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 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 达你所望 各位副窗窗户官早晨 欢迎来到逢星期五的炮姐教你炒 记得Time is everything 今个星期年中三元 腾讯业绩出了 小米业绩出了 紫碎都爆了一个来回地獄 幼稚反人间的小边边 重新回来昨天的观点 其实我一直都就是说 今个月的波动性已经有2100点流上了 而且成交方面真是 大佬很窄 今天是什么大日子 今天不是13号黑色星期五 今天是一个国内浪漫的节日 因为国远 就是户恶联代表我爱你的意思 各位粉丝 户恶联快乐 户恶联诺 证明你自己的节目 和记得拜手给一个like直播 令到我們的資訊可以雲釀四海 衝出宇宙 我的同學VBAR吃了一個美團的牛仔 學生來的 雖然經常潛水很忙 工作 我明白的 很多人都有正職忙 我的同學在群組裏很幫忙 詩子魂也和大家報訴 大家幫幫忙 在裡面交換有用的資訊 平台方面很開心 為甚麼 沒有想過港材已經認識了一群朋友 也有志同道合的粉絲 有時出來玩 扔飛鏢 駕車 五花八門 但我發現人有一個吸引力法則 甚麼是吸引力法則 是甚麼人就會認識到甚麼人 我是這些上進 aggressive的人 就會認識到這些人 也就是說 世界上就是這樣 OK 世界上就是這樣 這一個的話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直播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個比亞迪 比亞迪 今天比亞迪 初年出了一隻新車 這隻比亞迪的新車 大家知不知道比亞迪 其實每個人自從偶像 Tesla出了Model 3之後 Model 3之後 全世界都想以他為假想迪 目標去抄襲他的後勤 因為他做到規模量產化很厲害 亦都是出產量過萬過萬 好像印銀資金 這樣拔出來 其實比亞迪出了一部車 叫做海炮 很搞笑的 那個屁股 寫著海炮兩個字 就是一個炮字 我不是拔了它 然後就是這樣叫做炮 給亞迪兩條拉 很簡單 一條叫海洋系 什麼叫海洋拉 海豚、海豹、海豹 可能出一隻海獅 很搞笑的 第二條拉就是王朝系 拿回我們中國古代的 鬆、蠢、漢、漢 就是一個車 兩條拉 其實車種結構方面比較鮮明 對比起吉利的 只有一個多字 擺地攤 垃垃垃垃垃垃 都不知道做什麼 這次最大的進步就是 夠電 夠電連上車體 OK 你說轉彎的時候 感覺性會強些 OK 感覺性會強些 它的定位方面 都是二十多萬人仔 二十多萬人仔 所以來說 我覺得它是有一定的吸引度 不過你看回那個籠 真心 看回那個籠 大家分析車股 就算沒有車不買車 你都要學一下 看看別人的車 籠的籠 創新性 假設你是一個買家 你會不會先買 OK 如果你說自己 看到它也不開胃 那就死定了 明白嗎 其實我看到它的籠 沒有什麼特別創新的 都是一個儀錶把 一個很傳統的軚盤 如果說 這個Model S那部 就整個斬了 沒有了 就是很厲害 這堆鍵 即是打方向燈 水撥這些 全部都沒有了 斬了 所以設計性方面 其實肯定是Tesla 最佔斷 和最狠 改的 那這一格 大家知道什麼 這一格 這一格是保時捷的Taycan Taycan 是什麼 其實它有911的性能 對它和最高的性能 其實售價港幣不是很貴 百多萬左右 百多萬左右 分三條拉 Tay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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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這部車是八五六萬的廣字 應該要 這個豪不會在國內有 香港 暫時都好像只有黑色 白色 看不到這個顏色 性能方面 相差一點 還有續航力 都是相差一點 OK 去不到Tesla 800做不到的 而且它始終我覺得設計方面 設計方面 無論是比亞迪 或者波子 仍然很保留他們傳統 過往的形式 即創新得來帶點保守 它這個設計是一個淚眼的設計 封了 那些也有做 我覺得門臂差一點 就是這樣彈出來 跟我們S或者X的設計 相差一點 所以如果你說同類型 我的預算有限 我會想海豹 因為海豹 它的系數各方面都很帥 這是波子幾部的電車 其實如果大家看看電車股 有沒有一個前景 你可以看看它的續航力 續航力 最高輸出 還有加速 因為我們說節奏感 你說2.9秒 同款 甚至便宜一些 我可以買到Tesla 還有那個箱子 是不漂亮的 為什麼 它只有兩個水杯位中間 又沒有位置擺 又沒有儲物箱 就是規範問題 還有你 讀螢幕的時候 你自己開波子都知道 就是說我去調冷氣 凸幾十針 Tesla不是很方便 相對性 還有人家最新的功能 就是自動detect 前後波去轉向 暫時我看不到保時捷做到 設計軚盤仍然是很傳統一步 保時捷 所以其實你說 產品的前瞻性 創新性 我們這些科技潮人 不用說一定是買Tesla 但我覺得搶Model 3這個市場 仍然是一個戰國時代的格局搶 每個人都想搶 因為market share大 每個人都希望搶到肥豬肉 那就發達了 知道嗎 早安 各位粉絲 介紹完520新出這一部 海豹系列的比亞迪奢仔之後 我先說說市場 昨天受累前晚美股的滯漿 數據又不靚仔 跳樓機千多點 昨天叫急插下來 壓住底 然後玩了少少的反彈上去 仍然是低壓低走 昨天臨收視之前 有些粉絲們就小注播牛仔彈 其實也都是說 喂 今早一開始立刻說 立刻吃了 不要理那麼多 為甚麼 不是看多一點嗎 不是補回上面那個 278點的位置嗎 前天試過衝上去 一聲打回來 一聲打回來 因為市場已經去到中下巡 中下巡 就是彈性方面 會開始減低 今月的波幅也到了 成交不到位 所以我之前看了觀點 就是不要找甚麼轉勢 通常我畫手寫圖 就是走大邊的時候 那時候立下畫了一張 去到低位 19178點 香港又畫了第二張 就是告訴大家 千萬千萬不要覺得 現在甚麼轉勢 OK 現在我們吃一個波段性 一個波段性的走勢 甚麼是波段性 指數這樣 上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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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波段 OK 3月份 2月3月4月 2月3月 3月 然後4月 然後打上落 通常這些是這樣的 它是要整固一下 才會走一個大邊 OK 要整固一下 才會走大邊 你說這個時候 你做的倉位 會是一個比較上 要知道自己做甚麼 你不要跟我說 阿里巴巴那些 阿里巴巴其實是重倉 每天都有人入貨 那麼 彈得上去就要閃 這些你不可以說 撥上去兩塊 你發這麼猛 200元的位置 你都要等一年 輕則等一年 慘則等十年 你就要等的了 有壺就要吃 三百八都是 那時三百三十元 叫大家買的 三百八說 投入不回丟去 不要理他 因為 成家不夠 走不到單邊 永遠炒波段 其實任何市況 我想跟大家說 都是賺到錢的 是一定賺到錢的 升的便拿上去 跌便拿下 波段便知道去波段 最重要是知道去波段 不要昨天跌得深 又嚇到死 低位 散戶其中一個致命商 致命商是甚麼 高位 炸 低位 沽 然後又沽 又沽 又沽 這些是散戶的致命商 最後就是輸 為甚麼 因為你又不知升 又不知升 跌又不知跌 打橫行 又不知打橫行 現在明明是打橫行的格局 日升日跌 日升日跌 回花間足 只要你知道這個節奏 就可以做到相應的工具 只要知道節奏 就可以做到相應的工具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OK 早晨和粉絲 早晨 森美 早晨 周周 周周第一個進來 早晨 Ava 早晨 Winley 早晨 Hebrews 我很記得 邵遙 因為上月 賣了水龍雞 92.50元 我賣了這個月 但我便不認識 我沒有接到貨 今個月就收7000多元 對呀 收到7000多元 當然我們一起抽那隻陸債 失手一塊水 不用怕的 這些大佬不用沽的 四五萬元不是跟我說 你這樣也沒有 就是穿些說句 你當作定存 三年給兩立半 銀行那些沒有這麼高息的 跟銀行那些做做客 會叫你做其他東西的 我覺得陸債的 我也有幾手在附倉 就在這裏做定存 一年借它750元 幾年後我都贏硬 還有可以鎖住錢 又不用亂花錢 你想想我們買 抽陸債的目的是收息 我抽陸債的目的老實說是收息 而且是閒錢 還有我叫大家抽五手 第二就是不要做孖子 不要做槓桿 因為利息的Cross 其實我覺得 抽IPO的話 出動利息孖子 我真的很火紅火綠才出手 但我都很少做孖子 我寧願做一手檔 去搏 大家如果抽開孖子 這個IPO 之前那些通常做一手檔 這個Rating是高一點的 所以我經常都教大家 你要做一下功課 你不要以為多就好 你知道人家的機制才可以 好像我打球的 我出去拍攝參加一個慈善比賽 粉嶺要操球 你要知道人家什麼機制 什麼波段 什麼形勢 如果你經常都覺得 其實就不行了 知道給我yes 你要知道機制 綠債收息的 好的 想要一百年便離開 即咬 你不讓我咬 因為美國國債利息高 坐了下去 幾毫子 擺在這裡 這些很閒 我自己覺得 絕對 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早晨 我現在看到這個貼圖 賺了四千多元 這個美團的牛仔 他是一個學生 因為他工作很忙 雖然沒有什麼說話 但他都很勤力讀書 很喜歡做筆記 這個同學很喜歡他 經常都給了這麼多新資訊 給他的同學 下星期又要做補習 為什麼 就是希望大家學到最多 做到更好 學到最多 和做到更好 第一個Fancy問題 123Officer 就是說108入了10元40元 上網多少 止蝕多少 其實這隻樂阳玻璃股份 本身的底子 捉了很久 捉了很久 真的跌的 其實你已經跌了很多 在平均線樓下 下面就是穿前底 8.9這些位 果斷走 上網 做人貪心一點 買得這些勝算不高的股份 我坐底看12.5 駁你發癲 一棍上去 我都要 記得要大膽 什麼大膽呢 你就是說 炒東西一定要大膽 大膽的意思就是 要計算到風險和回報 譬如我做 昨天在Facebook分享的Fans 做了2,400元 他自己知道 最多他突然發點小米 現在升上來 我就輸了2,400元 但是昨天 他打下去 那便賺了 賺了6,000元 連本帶利 其實只要你計算得到 你的盈與規 其實是沒什麼害怕的 人家的恐懼 大多數來自於無資 例如買來之後 不知道做什麼 買股票是沒有想過會輸的 那這些無資帶來給你的恐懼 遠遠是大過你的盈利 帶給你的歡樂 因為這個是人的天性 心理學家說過 這個不是你的錯 你不要說自己 哎呀 為什麼我這麼耐弱 為什麼升上機 打下去 我不敢收拼接褲 這個是你的天性 只能夠接受它 除非你不想發達 早安 Cyrus 早安 Kavan 早安 Giv 早安 早安 很多520 多謝你們 多謝你們 超開心 我們的澳門Fans Richard 元朗 AK豬肉 出了一雙波鞋 很想買一雙 雖然我都不懂那個牌子 但是人家靠衣裝 樣子比較帥氣 做廣告明星也比較好 968 什麼位置入 是最直播 其實這隻我一向都不覺得很直播 因為它走得不是很爽快 業績出了 較早時份 一個字差 自己說明是差 它有一個618的慶典 其實618慶典跟雙11 什麼12 其實都是一個名目而已 都是一些商家佬 叫做買一下東西 超值超抵 人是什麼時候去買東西 我們香港股市有一句 魚翅撈飯 什麼魚翅撈飯 就是說 那市業的狂升 炮子要印銀子 靠其子 我當然是天天下去魚翅撈飯 它就是一個 國內的消費程序 當然不好 星期率又高 香港星期率又高 6.1% 銷售方面 銷售市又不好 銀行放鬆的 原本說1萬3千5百個億 喂 大佬 腰斬了 剩下6千454個億 明明我 Exparen 你給了100元貼士我的 不是 是100元貼士 你給了50元 我豈不是很不happy 當然不happy 它還要說 行業前景非常艱難 但我們有信心 這些真是廢話 誰不知道 澳門的賭股也有信心 你看一見跌到嘔 所以你說 正股的人 我覺得不值得入 京東 真心不值得入 因為它那一般 關於如果你說 我博科子 我會直接去博ATM 特別是 騰訊和美團 這兩種動得最厲害的 科技指數成份股 還有它比擾股好的地方 就是它永遠會有成交 你不會說擾到突然停牌 所以我從來都不買 小隻的股份 我亦都不會買 擾股 因為這些是危害人間的 恭喜殺金 手指間吃了牛仔 又吃快手 它都吃到熊仔 那麼搞笑 它升得那麼厲害 這隻都是很有彈性的股份 很有彈性的股份 其實它自己 亦都是今早說了 說了可以嚴苛一點 那些直播主 未夠清 18歲不准收錢 要打擊那些賣色色 不良嗜好 總之要做乖的小朋友 我們中國核心思想 做乖的小朋友 多生幾個兒子 讓你買到幾層牛 這個是核心 總之你記得 所有政策都要圍繞我 這幾句 這是重點 小麥呢 為什麼那些人 業績那麼醜 那些銷售又達兩成 那麼差 為什麼要升 就是因為 這個人都知道 傳語就知道 不像騰訊 騰訊是有廣告業務 雲業務 電子商務業務 它的數目沒有那麼透明 還有小米本身 如果要買中高端手機 譬如我買一個Hermes 我不是Hermes 譬如我買Chanel 我都要拿專門店看看 什麼樣子 買一隻卡的東西 我都要裝一隻 買十匹的東西 究竟漂亮不漂亮 形形錯不錯 然後在鏡前面 扭下左照右照 就是說它那些專門店 銷售店受疫情影響 開不了 開不了 搞到它的中高端 搞不定 其實老實說 買一部五千元電話 我都去第二處買 買華為 買小米的 有的 但是它的品牌的好處 就是很耐用 很耐用的話 很耐用的話 就是這個 被Disturbed 什麼9666 這麼貨 誰叫你買 這些股份 我一向都不買這些垃圾股 好了 Disturbed 人吸收的資訊 很重要 有營養的資訊 是非常之重要 非常之重要 一百元 零可可以 因為 今天錯了 月尾 我覺得不是很值得 不是很值得 因為 IV 各方面 狂縮 狂縮 你上過 巴掌 都知道什麼料子 記得 淺身工具 不是一個price When I share Not just your price There is also a time Time是很重要 很重要 這些是基本的 一學就知道 一親一 演抗能源 梅仔股 一不走 一走就激烈 25元 25元 但你承受它 他跟我的愛股3323 看不看得到 有沒有同學有3323 留言3323給我 前幾天 他達到只有9.4 99那幾 有人問 有沒有不要入住 其實我永遠都沒有 迫你入 一定要入 你不入 我會懶你 我沒有的 很free 只不過我是 在這些平台 我分享我自己的個人意見 就是說 他一向都是這樣的 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的 國內要打經濟 打基建 打GDP 他不搞基建 搞什麼 明白 搞基建一定搞什麼 龍頭 動得最快 建材 很透明 清晰 可愛 這隻東西 明白嗎 你要知道 每一隻股票的特性 每一隻股票的特性 清晰 為買車股 你是不是 描一下那些 海豹 海獅 海豚 你自己 你作為一個 客人 你吸不吸引 你不要只看海豹 海獅 海豚 看別人的蔚來 看別人的小鵬 好像蔚來那些 又說真產有些有老的 轉頭就炒那些學生那些 員工每人陪伴五條東西給他 叫他走 就是說 口號永遠是響亮的 但實質上一些 細微動作 譬如 Lavax 就叫人們畢業 即是收檔 炒人 就是強於FANG 亦都是面對一個行業的創新的問題 如果一個行業停止創新 或者創新不夠勁的話 就被人篩走了 以前的 黑莓 Lokia Canon Nikon 這些 鼎鼎大名 我們從小到大的品牌 其實在無情的稅雨被人淘汰了 但不要因此而傷心 人和公司一樣 當你追不上潮流 每個人都喜歡新的 不喜歡煙 出來都喜歡噎 所以來說 大家都要知道一個重點 新的能源 最近很多人問 上網先補你的口 20元 你要承受比較大的波濃性 10-20%的波濃性 你說我很害怕 不要買 沒有說必贏 我經常說 沒有必贏 綠仔都在坐艇 有什麼所謂 知道的 我們神早知道 何據有知 我最害怕的是 你們買奇權 買牛熊證 買窩倫 我不知道進退 不懂得去部署 又不懂得選 亂聽號碼 就亂衝 買很多 即是恭喜你 941 何時可以入手 這是我農場大法 農場大法 在我今早那份秒頭功課 給了一些股份 是用來種花的 我一向都是教大家 幾顆錢的 第一顆是救命錢的 什麼救命錢 就是突然暈倒了 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沒有看 東張西望 不是東張西望 方東昇那個很好笑 很好笑的安仔 我們的元朗特首 你不知道元朗特首 會不會說你踢到他要賠錢 即是說我車嚇到他 又投訴我 很害怕 明白嗎 就是說天有不差之風雲 錢是要割幾塊的 第一塊就是應急錢 救命錢 第二塊就是搞資本增值 人工是有限的 人工是很限的 你不要跟我說 你到有錢才學 投資才學做 日圓才做這些 那太遲 而是不停不停的累積 最重要的就是搞貨幣 貨幣是一個 比較上10年自己部署 當然你說 我什麼都不懂 你去買保險 明白嗎 但是命運在你手 我會選擇自己做倉位 OK 好 入手 農場投資大發可以 徵股 不要這麼大期望 因為下個星期除息 你不要跟我說 你貪股息衝進去 因為 就來結算 貪名不漂亮 真是真的不漂亮 金沙中國 金沙中國 賭業股 其實我之前已經詛咒過它 之前就是說疫情 第一 疫情三年 OK 已經是放血 第二 賭廳 賭廳才糟糕 明白嗎 疫情一個 我相信我和你都會馬上游泳過去 坐大飛都要過去 但是它不給 這個是核心來源 原來現在中高端賭場 五成以上的 revenue 不給我 蓋我當 不給我放數 就算現在 restart the game 它都不可以在天橋上拉客 它不做這件事 糟了 這個是我比較關心 所以來說 還有各賭牌 賭牌暫時解決了 三個factor之下 賭股其實我覺得中長線 中線來說是差一點 除非它搬龍門 除非它搬龍門 其實你都看到它一層一層一層 低於一層的 萬一又穿這個底的 要審慎考慮 其實這個股板法 一向都不建議大家買 OK 不建議大家買 因為它已經是放血 去到最後一秒鐘 要滴血了 我相信巴拿人那些 那些拿破崙那些都沒得了 為什麼呢 請一個人都要錢的嘛 你都賭客都不過去豪賭的 或者只有炮姐這麼便宜的賭客 去到拿人兩瓶水 就賭了兩塊水 就不行了 有些國內的老闆 大豪客一賭賭 一萬幾千個流水很強的那些 才賺到錢 所以賭股呢 我不是太看得好 OK 中華燃氣 這隻 又很需要耐性的股份 你可以爬山格局的 慢慢爬慢慢爬 慢慢爬慢慢爬 爬下爬上去 但它是走得慢的 它是走得慢的 如果它又穿8.5元 9元的位置就這樣 但上面 這些股份當然是貪心 OK 一定貪心 12.5元 又是12.5元 到位的 再想想 OK 到位再想想 那你說 哎呀 你這些都要等的了 真心 爲什麽 等就是要知道每隻股票 省戶是其中一個很拿命的地方 我以前都是這樣的 就是說 因為我買了 我希望它明天會變 但你明明看圖 它是一堆東西壓住底部 就像這些 一堆東西壓住底部 但有些人就會自行 就說 他們的業績質素很好的 嘖嘖嘖嘖嘖嘖 接著就賣 最慘的是 以為它會升 第二天就升 我多厲害 沒有那麼多發夢 現實一點 歸免一點去做 是的 現實一點 AVA有看透析 超好笑的 這個真是 只有我爆笑 我覺得投訴環超好笑 3690 其實我覺得美團來說 它是用衍生工具來炒的 我不會入證股的 為什麽 因為你用衍生工具 你的倉才夠薄 薄得來才夠狠 還有 你看我教他們做了倉位 都是今天下 明天吃 今天下 明天吃 或者即使吃 就OK的了 因為那個政策風險 仍然是大 還有現在月尾 我不會下太重注 下這些股份 萬一去月頭洗牌 效應 再下跌下去就麻煩的 很多人就說 兩萬點很划算 誰知道 個個都以為 今月兩萬二 兩萬一千五 但現在你看到 都是兩萬點 下下下下 就是說 你們不要那麽強行 什麽叫 那麽強行 逼自己一件事 逼自己一件事 做先知 做神仙 即是說 已經跌到 250周的線 20年的低位 即是不要說廢話 OK 二百 二十多年前的港股 還有什麽股份 還有獅子王 八是很厲害的 獅子環球 突然間沒有了 我明白嗎 你接受這件事 市場的business model 已經改變了 偶像Elon Musk 收購Twitter 又卡機 又想劈價 這傢伙 就知道 知道老闆的特性 知道雷關的特性 看多些老闆的訪問 你會了解到前景 公司架構 催不催 夠不夠勁 這個你會了解多些 禁封鯉業 他做了鋰電池 我想分享一下 比阿迪的電池連車體 兩為一體 少了舊東西 如果 這個小米又做車 2024年 他們又做了兩為一體 自己搞定電池 其實禁封鯉業 前景就窄少少 還有鋰電池價格 之前抽得那麼高 可不可以再長期保持住呢 我覺得未必 我會去搏比阿迪仔 因為比阿迪 我覺得那隻海豹出來 我都可以接受到 如果你說香港賣 不貴的 20-30萬 腳車的 我可以接受 老實說 你賣得貴 100萬我一定買回Tesla 不用想的了 但是你說 20-30萬 你對比Model 3 我覺得有得想的 有得想的 作為消費者來說 我國內的朋友都說 OK吸引 可以接受 還有 它的後尾燈 有些水敵人 懶得海洋感覺 OK的 但如果它設計方面 再大多負負一點 再狠一點 Tesla那些 又做些什麼軚盤 做些什麼奇怪的東西的話 我相信 它那個 吸精度層面 會更加高的 OK 吸精度層面 會更加是高於一層樓的 嗯 1038 看看先 長國基建 其實昨天 長和集團 李澤巨那幫人 就出來說 我們長和系 其實是全球50個國家 是真的 它的分佈是很厲害的 在全球上面的資產分佈 是比較分散一點 但是你都知道 它那時候 在香港就叫做 撤資 撤資會令人的感覺不太好 是的 感覺不太好 會不會阻礙在中國的總生意呢 因為中國都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我相信會比較困難 這個 小心一點 但是你說 我做配搭一點點的 慢慢煮薑醋的 是的 都不是說沒得想的 但是收利率 我覺得不是很friendly 還有長和系的錢 不是易賺 大家應該都知道的 都知道的 這個是重點 是重點 1799 可不可以進去 買股票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心態 成不成熟到20%波動成事 問自己這是第一句 成熟不到的 不要學人買這些股票 你要賺得去這個錢 亦都要輸得起這個錢 下一句就問 今天很危險 做人沒有東西安全的 你有沒有看3600人生課堂 裡面有哪一個不是博回來 成功那些 當然啦 如果你說一些 六頁演員 我不是叫他做KLA effect 是六頁演員的 你其實聽到一個差別的 這是我的保證班才說的 我免得太公開 說太多這些自己的 人生觀 理念觀 下星期一 我會教大家看一看 騰訊那份報表 還有小米那兩份最新的報表 因為炒賣來說 懂得看報表都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報表寫了很多不同的項目 究竟是怎樣去賺錢 其實是很值得的 因為投資亦都會人生一個很大的範疇 如果你說連份報表都不會看 只要聽號碼的 很不正確的事 明白嗎 結婚都不起清人家的底部 極速結婚 那些通常都糟糕收場 OK 我預料今天的市場 都在我的防線那裏 就滾滾滾滾 看回今天的防線 要說幾個 今天最高的 差不多150人進來 我都要派一下福利給大家 這個的話 是開市之前給各位粉絲同學的防線 其實支持位是20366 OK 20366 阻力第一條是這個 已經一碰到 立即打 應吐即飛 打回來了 在這個區間 我覺得磨爛隻機會比較大 OK 留意小米 小米剛才好像很空巷 出來刨敲 好像獅子出來 空對手 其實就沒什麼了 而且業績真的沒什麼了 長期虾光鬼 所以見好就收 炒這些業績的爆炸東西 控制住 第二 見好就收 其實你看到可以有倍升期權 因為現在屬於一個比較接近月底的狀態 OK 下個禮拜方面 今天恆新指數貴檢 我相信沒什麼驚喜 你看到市場的 Loyce都不是太大 因為 它為了砌數而做的貴檢 我覺得意義不大 意義不大 我想問夠100個讚 為何還沒夠100個讚 各位同學們 為何會這樣 崩潰 麻煩你們快點讚 OK 記得 Vitamin You're everything 我們下個禮拜一的 炮隻的教理炒 再見 拜拜